加班是美德 是福报 日福 唠唠日本有些黑公司的状态 基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老哥们可以打在公屏上 久等了 今天的日本 今天的狗 之前不是说过几期 大学生就职率98%的问题吗 但确实三年代离职率是很高的 日本找工作比较特殊 新人入职叫新足 这个是和离职后跳槽比 是特别友好的 甚至有机会进入大公司 如果第一家公司没缘好 工作经验没有积累到 然后就退职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玩犊子了 再也没法正经就业了 要么升个学 再新足 年龄要大的 这次投稿的主人公不是小晒的 是兵库县的三十代后半一个哥们 大晒二五郎 身份是属于技能工 设备交通运输类的行业 年收是450万 也不少了 最近刚刚跳槽 到了某大手企业下的合并公司 根据他的兴趣来源看 这入职之后 跟找工作说的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而且感受不到成长 感觉已经受不了了 到底咋的事 咱具体看看投稿内容 对 还得先说个前提 日子的运输业 基本上就是高强度 加上很容易黑的一类企业 最近不是劳动法改革吗 每年超过加班 45个小时的月份 只都有两次 这运输业可筹坏了 想办法再怎么调节 看看怎么才能不违法 既然是费了不少 不过还没有解决 侧面也看出他们加班多严重了 然后有没有加班费的话 看科科公司 有的是干多少 加多少 都是一个固定的金额 还有的是干半小时 给半小时的 当然也有上有对策 下有政策的 哎 反了 就是当时我同学打工的便利店 小姑那店长 同学表示很水的 跑题了 因为不能加班 所以上班前 下班前 如果货到了 那个店超级忙 剩下几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那怎么办呢 果断 打卡 下班 然后穿上自己的私服 帮忙摆货 帮忙收钱 免费折腾一个小时 然后累的迷的乌的 回家了 好的 我们回到大山二五郎同学 说这个破公司 天天都是无意义的加班 天天宣扬 加班是美德 职场霸凌也是嗷嗷的 不过比较不满的 其实是那个 没把我当一个厉害的人用 你老子明明工作十多年了 怎么把我当新族用呢 嘎哈都得领导确认 确认承认 什么玩意 确认一下 一花时间 再承认一下 一天又过去了 破公司 大公司 早要给你干黄子 不能他说啥事 我也只能来说一句 你干的再久 你不也是这家的新人吗 上来怎么就能信得过你呢 行了 出套结束 二五郎同志表示 这公司根本不诸如人才 我怎么这么厉害 把我当新人 还没有新人教育 你把我当老人吧 你看我的工作状态 什么玩意 而且公司组织架构有问题 根本就没有什么未来 背靠着大手企业 心挺好的 结果进来一看 一群混日子的小可爱 没人努力工作 太难受了 抓紧辞职吧 大家拜拜 反正投稿干到最后 老哥们觉得 他真正辞职的理由 到底是啥呢 我觉得是放了一堆 创想城在这撤毒的呢 有些问题确实是有 但我感觉 从他的话和他的言语来说 不像是决定性原因 这小子心里藏着坏 觉得有到底老哥 可以猜一下 到底咋个事 好了欢迎大家推工 都给了